石架登陸上路已经满一年了 不过让外界有点意外的是 根据台北市地震局归纳整理出 平均总价最高的行政区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市领大安或是信义区 而是松山区 十二个行政区里面 平均总价最高的是松山区 那可能跟一般人的印象比较不一样 大家会以为是大安区 石架登陸上路满一年 台北市地震局归纳出了这一年来的石架资料 发现平均总价最高的行政区 居然是松山区 方中业者分析 这51个超级物件中 就有20件是来自于 今年7月才刚交屋的指标喉宅文华院 我们看到松山区其实是台北市中心 就是所谓淡黄区里头成交量最低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文化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台病患改建案 它在7月大量交五 所以有20币 超过3亿甚至4亿总价的这个高总价产品 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南京三民站附近 几个豪载社区 物件最近因为满12岁 所以两年的原因 所以大量市出都是对高它总价的原因 还是觉得房价太高买不起吗 台北市地震局也贴心的替民众找出 总价最低的三个区域 分别是万华 文山跟北投区 想住在台北市的民众 不妨可以多参考 经济日报图友人台北报导